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台币6500万 双方持股比例各50% 鸟贵族2024年预计要在台湾开出三间店 首间店铺选在台北市商圈 预计最快7月开始营业 目标三年内开出25间店 第二则新闻 大润发和加勒福在中国面临导电潮 原因是中国量贩业者面临经营压力 包括经济不景气 供应链断裂和疫情冲击 加勒福在2017年达到全盛时期 但自2018年起每年关闭超过20家门市 并在2019年将大部分股份卖给苏宁国际仕途转型 外资撤出和供应链问题对量贩店造成严重影响 疫情和清零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内需市场 使得传统量贩业和零售业面临淘汰的危机 此外 疫情期间网络电商崛起 如淘宝和拼多多等平台也改变了消费模式 加速了传统量贩店的衰落 大润发和加勒福未能及时跟上电商的步伐 是战略节节败退 难以与电商竞争对手抗衡 下一则新闻 行政院员定于2020年10月推动全民换发数位身份证 却因自安疑虑与隐私保护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在2021年1月宣布暂缓施行 承包厂商因而提出履约争议 后续调解并争取求偿金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泽成表示 2024年1月双方调解已成立 整体求偿金额落在新台币2.8亿元 针对这笔求偿金额是否逾越比例 内政部长林又昌五日在立法院受访表示 感谢工程会及许多单位的折充协商 让耗损的金额降至最低 林又昌表示 2.8亿元已经是最好结果 下一则新闻 苏丹红危机持续延烧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查获两间贸易公司 违法输入含有致癌物苏丹红的中国辣椒粉 查封违规产品共32739公斤 并确认有34414公斤已流出 影响范围包括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彰化县 云林县 台南市 高雄市等县市的下游业者 不少知名餐饮业者或老牌食品厂都遭受波及 包含海底捞 八方云集 唯利食品 生产海霸王调味料的好品味生剂 生产牛头牌调味料的好地衣食品等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 职场大小疑问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 无限提问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的感谢您